关于潜信主义提到的一个人 开始追随耶稣只祷告 任何人耶稣就可以了 不需要接受耶稣的生命中 接受耶稣的时候 已经得到生命中 是否决志祷告 我的课程里面 我反复强调了 我们找不着圣经里面 这种教导和根据 就是由近现代复兴运动 带来的一种决志祷告 迎接祷告 或者是传道法 研发出来的一种决志祷告的方法 来带领我们信耶稣的 圣经里面没有这种教导 除非我们是前面提到 相对的错误的解禁 比如说 反正接待他的信息 他明明就赐给他们 全品做神的儿女 然后结合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看那我站在门外 空门的 反正听见我声音 就敞开心门 接待我的 我就进入他们里面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所以前面 你接待 当然接待是有这种邀请 接待耶稣这种 但是这种接待是信仰 接受 加上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好像是敞开心门 主啊 我接待你 邀请你进来 进入到我心里 求你在我里面做主 等等 迎接祷告 好像有根据 但是他不是迎接祷告 耶稣讲说 你们要悔改 你们现在表面是活的 实际上死的 所以你们若不悔改 我就跟你们没关系 我是在你们心门外 对不对 被你们拒绝之外 看着你们是活 实际是死的 所以你们要悔改的话 信我的话 我才跟你们有关系 在你们中间 是吧 一同作息 相交嘛 认识你独一的真身 并且认识你所拆了 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这生命的道 太初就存在 如今显明出来 我又传给你们 你们若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和子相交 你们就得以与神相交 所以听信福音的人 就与神 与使徒相交 就是听信 使徒们所传的福音 听信神的道 就与父子相交 与神相交的 这就是生命 这就是永生 所以不存在什么 觉知祷告 菲利给这个 干大基的太监传道 然后跪下来 跟我学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罪人 阿们 哈利利亚 欢迎你进神的国 神的家 没有这个程序 这是奔尼复兴主义运动之后 带来的 所谓要觉知 到前面站出来 你要悔改吗 好吧 你举起手 或者到前面 有专门的位子 表明你悔改 用这种形式来表明 你真的觉知悔改 渐渐延伸出来的 传福音的方法 觉知祷告 这是复兴主义 分离复兴运动 带来的一种 传道法 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产生的副作用就是 有很多觉知祷告的人 其实他们并没有真的信 所以觉知祷告 不是表明真信心 有的人信了 的确是信了 不一定觉知祷告 有的人觉知了 也不一定是真的信 所以不要迷信 觉知祷告 接受了耶稣做主了 耶稣只有一位 他又是救主 又是生命的主 没有人可以接受一个救主 却不做生命的主的 你接受耶稣做救主 却不让他做你生命的主 其实你就不信耶稣 你不可能把耶稣分开 耶稣 你接受是整全的耶稣 他既拯救我 就不会让我在红海边上彷徨 不知所措 他拯救的是那些将生命交给他 让耶稣主管的人 若不背起自己的实在跟从我 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一个不以耶稣为主的人 他就不是基督的门徒 你说我信耶稣 但是我信 我就不顺从耶稣 那个根本就不是信 圣经里面没有这种信 没有教导这种信 不带着顺从的行为的信 只喊主啊主啊 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信 圣经里面强调的真正 使我们认识上帝 与上帝得救 领受基督救恩的信心 都是伴随着尾身 顺从 以耶稣作为生命的主 顺从 听从福音的人 所以因为我们是经过 这个时代的变迁 受到复兴主义 传道法的一些训练 结果我们就以为 不知不觉当中 也没有反思 这种做法符合不符圣经 我是比较敏感 因为那些东西 我也接受过很多训练 什么三元福音 什么各种传道法 我都基本都该学都学了 但是可能上帝给我的 就是这样吧 可能是做神学 为了教会的缘故 对一些问题总是 看书也是 总是去回归圣经 这种主张 圣经里面有没有根据 有没有直接的圣经的证据 或者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符合圣经的教导和原理的 或者是从圣经里导出的智慧 迎接祷告 这个是人为的发明 圣经里面有根据 所以不必太在意 也不必要带领他做迎接祷告 更重要的是 好好让他来教会礼拜 跟他交流 跟他谈道 牧养他 直到有一天 他真的流露出那种信德证据来 这个是重要 你做完迎接祷告 哈利路亚 今年教会 我们绝职祷告 一次布道会 三千五千人 那有什么用啊 流失的更多 为什么 这里水分很多 一个人真正的信 虽然那种瞬间的 心意当中的转向神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持续的那种悔改 持续的那种成圣 证明他那个当时的 我愿意信主 那个告白是真的